薄金怎么突然涨得这么猛 年初至今 薄金价格已经累计上涨了超过20% 很多投资者都在盯着这种贵金属 是不是该上车了 还能涨吗 和黄金白银怎么比 很多中国人其实最早认识薄金 是从结婚戒指开始的 想当年薄金戒指是身份爱情持久的象征 广告语薄金恒久远永不褪色 当年深入人心 90年代到2008年之间 薄金价格长期是高于黄金的 一度被称为贵金属之王 2008年3月 当时全球经济繁荣 汽车工业对薄金的需求大增 薄金甚至突破了每盎司2300美元 远远超过当时黄金的价格 很多当时结婚的人 买的薄金戒指确实也贵过了金戒指 但是后来呢 全球的车市转型 加上南非供应的恢复 加上黄金成了避险资产 薄金价格一路跌 黄金一路涨 才出现了今天这个反转 但是你知道吗 在欧美和印度 黄金才是主流婚式的材料 薄金主要还是流行于东亚市场 特别是日本和中国 所以薄金确实是一种首饰金属 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首饰占比 远没有黄金那么广泛 但是在中国呀 最近几年年轻人对薄金的兴趣也在下降 更多的年轻人转向了黄金多彩宝石 小众定制 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 首饰消费却是支撑了部分的薄金需求 但是并不像黄金那样 具有全球的广泛共识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带你从三个角度讲透薄金这轮上涨背后的逻辑机会和陷阱 薄金今年之所以长这么猛 一个字缺 全球薄金的年产量大概只有170吨 70%都在南非 但是南非的薄金矿啊 今年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是电力持续的短缺 造成了断电现产 然后呢 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开采的成本还在大幅的上升 所以一些大型的矿业干脆就宣布暂停扩产或者是减产 这就意味着全球市场上流通的薄金供给大大的减少了 你可以理解成啊 薄金今年大涨的第一动力不是需求多了 而是产的少了 那除了薄金缺货 未来对薄金还有新的需求吗 答案是有 而且呢 是结构性的新机会 很多人以为啊 薄金只是次硅金属 但其实呢 它的工业用途很关键 我们看一下薄金的三大需求场景啊 首先就是汽车尾气净化 主要指的是柴油车 那如果新能源车完全普及之后呢 这方面的需求是有所下降的 第二就是首饰装饰的 特别是日本和中国市场 对薄金啊 是比较青睐的 第三个未来重大的看点呢 就是氢能源 在氢燃料电池当中 薄金是核心的催化剂材料 很难被替代 根据国际薄金协会的数据 到2030年 氢能板块的薄金年需求 可能会从当前的10吨上升到30吨以上 增幅会高达两倍 所以呢 市场现在开始提前炒作 氢能的预期了 就好像炒AI芯片的逻辑一样 虽然它目前的用量不多 但是一旦突破呢 就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薄金价格的历史走势 2020年疫情期间 它最低曾经跌到过 每盎司800美元 目前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1450美元 每盎司左右 历史的高点出现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段时间 曾经高达2300美元 每盎司 比当时的黄金价格还要贵 所以呢 现在这个价位啊 并不算是它历史上的最高点 但是问题来了 和黄金白银不同啊 薄金的市场是比较小的 它的波动性极强 机构主力很容易操纵 一旦消息面转冷的话呢 它的价格回调可能会非常的猛 特别是如果有大量跟风的资金的话 那可能会追涨杀跌 买在了情绪高点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呢 就是这个薄金跟黄金跟白银 它们都有哪些区别 普通人投资的话投哪个更好 我们来拆解一下三者的核心差别 首先呢 就是属性的不同 黄金呀 是带有货币属性的金属 白银呢 可以说是工业用途 加上一定的货币属性 而薄金呢 更偏向于工业属性 黄金呀 几千年来 就是人类的终极货币 从各国央行的储备 到国界结算 到战争避险 到长期抗通胀 可以说 黄金的地位是最稳的 那白银呢 除了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银本位历史阶段 它现在呢 还被广泛用用于 光伏电子 医疗和首饰等等的领域 它的价格呢 波动也非常的剧烈 薄金目前在工业上 主要用途呢 是汽车尾气净化的催化剂 当然还有首饰和部分的高端应用 应该来说呢 它对制造业的景气度更加敏感 它的避险属性呢 是比较弱的 白银呢 属于中等 第二 从供需结构来说呢 薄金是更脆弱的 它也更容易被替代 你看呀 全球七成的薄金产自南非 而一旦这个国家的政局 矿业罢工等出了问题 它的供给就会迅速的紧张 而且呢 薄金很容易被靶金 甚至回到用老或者其他材料所替代 所以它不像黄金和白银那样 有那么强的不可替代性 第三 我们从投资渠道来讲呀 黄金白银的门槛更低 薄金的产品比较少 你如果去银行券商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黄金挂钩的ETF 投资实物金条 银行里还有卖纸黄金的 那么白银也是一样啊 它还有这个T加D呢 就是一种期货合约 它的交易品种 比黄金的稍微少一点 但是比博金呢就多很多了 特别是在中国呀 博金投资呢不像黄金白银那么普及 你买了之后想要变现也不那么容易 当然投资贵金属呢和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如果你判断中国经济正处在复苏的前夜 那么投资哪个升值潜力最大呢 这是一个关键点啊 因为贵金属不像股票 它不是看经济增长本身 而是要看增长带来的供需错配 咱们接下来逐个拆解一下 首先来看白银的投资逻辑 那白银在工业需求当中呢 光伏是它最大的驱动力 如果经济复苏了 那么基建会加码 绿电投资会增加 所以光伏的需求会提升 那么白银呢就会涨价 而且呀白银也带一点货币的属性 如果经济复苏 伴随适度的通胀预期 那么白银也会被大资金所青睐 所以如果你判断当下是经济复苏的前夜 那么就是布局白银的好时机 特别是在绿电加速的背景之下 那泊金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呢 它主要用于传统燃油车的尾气进化 如果经济复苏了 那么汽车销售肯定会增长啊 催化气的用量就会增加呀 搏金价格就会受益了 但是要注意啊 电动车的崛起呢 对它来讲呢 是一种长期利空 但是如果 新能源车发展到轻能阶段了 那么对搏金呢 又是一种利好 所以搏金呢 也受益于复苏 但是空间呢 相对有限 要看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甚至未来的轻能源汽车的 替代迭代的速度 市场配置的资金告诉我们 2024年底以来 白银的ETF吸金最强 全球头部的产品 SLV资金流入量非常显著 而搏金 ETF资产管理的规模呢 相对来讲 非常有限 它大概是 黄金ETF的十分之一的规模 参与者呢 是以小众的资金为主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历史的波动 白银的波动率是黄金的两倍 是搏金的1.5倍 白银呢 涨的时候涨得最猛 但它跌也跌得快 如果能够抓住周期的话 就会吃到红利 比如2020年复苏的初期 白银半年内涨了近70% 而搏金呢 涨了30%左右 但是搏金的ETF 可以作为小仓位的跟踪型配置 比如如果你预判 传统的车企超预期反弹了 或者南非出现了供给的冲击 那么可以短期的博弈 好 那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办呢 怎么选呢 贵金属投资是机会还是陷阱呢 首先来讲啊 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 肯定你要优选黄金 因为它毕竟抗通胀 避风险流动性最强 如果你是进取型的投资者 你可以考虑配置少量的白银 博取波动中的价差 但是要注意白银的波动更大 仓位要轻一些 如果你是主题型的博弈型投资人 如果制造业会复苏了 你判断汽车工业回暖了 或者南非的供应出问题了 或者你看好未来轻能中长期的发展 你可以考虑小仓位的配置一些博金 但是要控制比例 做好止盈止损 总之呢 黄金是底仓 白银是进攻 博金是题材 这三者的逻辑不同 不建议混在一起乱买 而是要清楚 你自己是哪一种属性的投资人 你看中的是哪一种趋势 博金是少数同时兼具工业和贵金属属性的资产 它能涨不只是炒作 而是供需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但也正因为它市场小波动大 才更容易被主力利用情绪来洗你出去 真正会投资的人不是追着涨浮跑 而是要看懂趋势 把握节奏 守住仓位 你觉得 博金今年还能涨多久呢 你上车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是苏涵 我们下期见